快点去下载喷射战士3了 哈喽自立骚病赛 今天是2022年8月27号 喷射战士3 斯普拉盾3 这个游戏要推出免费试玩了 也就是明天8月28号的时候 有一场限时的免费试玩活动 叫前夜季 应该是要加入Switch会员才可以玩的 活动时间28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 一共持续12个小时都可以随便玩 这个前夜季的游戏可以直接在eShop中下载到 我是在港湖中下载的斯普拉盾3前夜季 其他的区服搜索斯普拉盾3 或者在商店主页中就可以看到这个游戏 大小2.2个季 还没有下载的小伙伴们 明天想玩的话可以今天看到我的视频的话 就赶紧去下载 挂在那里下好了明天就可以玩了 而且明天是周日 大家应该也都有空 首先选择地区 我选的默认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跟韩国这个地区 这样时间可以对得上 进入游戏后需要创建角色 造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调整 这个造型的话也可以在进入游戏后进行更改的 所以前期随便调整都是没有关系的 我就搞了一个标准的屋子一娘 应该是鱿鱼吧 然后是贴心的新手教学啊 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游戏 我也是有个萌新啊 那以后可以变成鱿鱼在地上前行 然后Z二键是射击 瞄准的话需要移动你的手柄啊 用那个体感来进行瞄准 它这个灵敏度的话也是可以调整的啊 在进入游戏后才能进行调整 在游戏选项 TV模式桌面模式中可以调整陀螺仪的操作灵敏度 还有右摇杆的操作灵敏度 在前夜季中我们需要选择三个阵营中的一个来进行活动 石头剪刀或者布 在进入游戏的蛮腿阵之后 可以在这个公告版中进行投票 我选的是布的阵营啊 随便选一个就好了 明天应该是打一场混战这个前夜季 投票后获得祭典的T恤 我们可以按加号进入自定义面板 在装备中将这个祭典T恤给装备上去 游戏地图中很多东西都是没有开放的啊 这只是一个试玩啊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逛一下玩一下 等一下这里怎么还有这个啊 欧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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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更改自己的造型的话 可以再选向其他 最右下角的玩家设置中进行更改 进入后就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造型了 这个前夜季活动由两部分组成 上半场是四对四的战地对战 互相的喷喷喷喷喷喷喷 下半场是三色夺宝对战 第一名队伍的四名成员站在场地中央 然后由另外两个队伍在旁边进行包夹夹击 最后绝出圣后 有会员的小伙伴 记得赶紧去下载这个游戏 明天一起嗨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